我喜欢灵修的修行观,独自修行,从自我中探索到人生意义,从探索中完成个体化历程,在灵动中,你可以很清楚知道,我当下够专注吗? 不够专注,我又该如何自我摸索是和自己专注的要领,我当下够认真吗?心无旁骛的在当下,在灵动中我能够克服灵动所带来的磨练,从中锻炼我的意志力吗? 老师唯一能做就是,告诉你,你现在在做什么,却不能帮你做什么,我必须要说的是,灵修不能克制化,没有统一性修行方式。 那一日从苗栗仙山灵动宫回来后,感觉心境上清明了不少,全身宛如脱胎换骨般,顿时地感到一股轻松与舒坦。 我保持多年前的修行模式,每一次会临回来,就是在家写天文。 天文内容大多会记录下,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。 迅体内容为何?是哪位仙佛菩萨来教导,这迅体对我的影响又是什么? 在家中继续将当天为做完的功课继续完成。 原神圣器具头顶,运转真气化原神,体提真气换旧身,一气震出化万千。 在写天文时,很久没有感觉到,我已全然地了解内在的声音,我又何必继续书写下去? 灵动一定是先佛菩萨来教导吗?并不仍是,在灵修觉醒旅程初接班课程中,不断地分享一个观念,不要把所有的灵动视为仅只有一种状态。 在家灵动,会产生几种状况,在户外灵动,妙语灵动又会产生何种状况? 它都是随个人姻缘以及原神苏醒程度不一而有所不同,待站起身,运转真气。 全身又开始进入到在苗栗仙山灵动宫一样的情境,清楚地感觉到,我在做住苗栗仙山灵动宫未完成的功课与训体。 我喜欢这个不受打扰的修行方式,我喜欢一个人也喜欢自己探索的方式。 有人问我,在家灵动真的有危险吗? 我只能说,如果你有此疑惑,那就表示你会有危险,因为你的心都捉不住了。 在当下一种很强烈的直觉席卷而来,该去花莲慈会堂。 参拜瑶池基姆了,多年来一直以他尊号办事,确实也该再去一趟了。 那是当下很立即地感受,我很清楚地明了道,此趟的惠灵将再次带领我进入不同的领域更多。 除了真的有感觉或在灵动中有体悟,有灵修觉醒旅程初接班的学员问我,他们何时出外会灵最恰当? 我的答案很简单,如果你至今仍然无法灵动,那就在家努力用功,不然就带住一颗平常心去即可。 也有不少学员非常热衷于雨色偶尔一次的户外会灵,不喜欢在室内的灵动。 老实说,雨色并不是很鼓励抱持这种心态,毕竟,修行硬是随缘。 如果你一开始便有所选择,你已注定好这条路的高度了。 初期灵的人,具有基本的灵动体质的人,初期接触灵修时,或多或少会开始全省跑透透的会灵之旅。 我会深思,这对大家真的有用吗?包含上过我课程的学员,我看他们灵动时并不是很进入状况。 专注力不其中,加灵动,有分别心,想要通灵,心态如此多求,出外会灵又该如何进入合宜状况。 带学员出外会灵,也会看过学员发生以上的情况。 我心中很明了地知道,他们在此次的会灵收获不大,心态不改变,再带去另一处,相信也是耳耳而已。 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位灵修人,不管他程度有多高深,也不可能每到一处会灵圣地必有收获,那都是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去练习与苦修而来。 包含我也是如此,既然程度高深的人都是如此,尚无法灵动或尚处理架灵动的人,将惠灵当成进香团拜拜一样赶场,真的会有收获吗?还是以为哭哭啼啼的灵动就是灵修呢? 灵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?分享一段学员的分享,此次和老师同学去地母庙,凤凰母娘纳灵灵时,老师以我所开的天文为引,告诉我,所开之文在讲说我灵动时的动作及心中的想法。 当时,我直觉老师所言和我在开文中的感觉竟是出奇的一致。 接着您问我在灵动时是否有灵动的动作有男女之别的想法时,我告诉老师,我在灵动时,一旦比出来的姿势合作的动作有些叫女性化,我总是不经意地带过。 甚至干脆就跳过不做,但您提醒我,如果你内心中仍然存有男女之别,认为有些灵动姿势是女生的动作,所以就胡伦吞早地带过,甚至根本就不去做。 那根本学不到什么,那干脆就不要出来了,在家动就好了,何必要劳师动众呢?当时真的被惊到了,所以接下来的一路上,心中总是问住自己。 我到底在矜持什么,既然出来了,不是想要有收获吗?那我到底想要收获什么?是仙佛指点弥津,还是仙佛功法? 那我又到底是否真已具有接受他们指导异或是功法的程度了呢?我对自己内心又真的认识多少?平时的静坐,灵动,写天文等等所谓的功课又是否真有认真的在做呢?等等诸多问题又开始一一浮现在脑海中,已至在凤凰母娘那。 心中总是静不下来,一直在回荡住这些声音,但也因为这些问题的产生,让我又有了一个反思的机会。原来我一直以为,平常的所谓的功课,我真的没有好好地利用来认清自己的内心。 惠灵是一段又一段向内探索的过程,你在灵动中是否能够关照到内心阴影,执着的一部分,那都是需要去直观与解释的一部分。 何时该去户外惠灵?该去何处惠灵?不要听从老师的意见。如果你还没有觉知,那就必须学会等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Ι全 иск播放影片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